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今天是年十五元宵节 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举办闹元宵的活动 来庆祝新年的最后一天 传统上来说这是潮州人的春节风俗 但是位于东马沙巴和沙拉越之间的 联邦直辖区纳敏拉伯 当地的主要籍官福建安息和永春人 过去百年也会在元宵节举办盛大的游神庆典 这不只是凝聚好几代华人对纳敏的地方认同 现在还变成是当地重点推广的旅游活动 只有滨岛三分之一大小的纳敏岛 总人口不到十万人 却是全马唯一的岸外金融中心 也有全马唯一的深水港 从古至今都是滨家在南中国海上必争的战略地点 有说法指呢 当年英国人在殖民香港和新加坡之后 船进来往两地必须找一个中途站 当发现纳敏岛上有煤矿 英殖民政府呢就更重视纳敏 把这座小岛当成是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 投入资源开发 也从此展开 华人先被在英殖民地之间移动 随开采煤矿大队 来到纳敏岛开荒奋斗的血泪时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 八点自热报特派团队驻守纳敏 记录当地元宵游神的盛大场面 从这个流传百年 几乎没有间断的游神活力时 会看婆罗洲的华人故事 来看记者庄文杰和叶佳乐 从纳敏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不搭直飞纳敏的班机 八点最热报选择体验 最多纳敏人进出岛时会走的路线 从吉隆坡搭相近三小时的飞机 抵达沙巴亚币 再从亚币开车148公里往西边走 抵达沙巴口岸 蒙鲁布小镇 各族民众就是从这里 搭快艇或渡轮来回纳敏 比起直接搭飞机出岛便宜至少五倍 好几代纳敏人就像这样 在南中国海上来回穿梭 这台能够同时载人载货载载载载摩托的渡轮 在马来西亚已经非常少见 但是它却是纳敏人出岛 以及回家的重要交通工具 体积比过去来回宾威的渡轮再大一些 同时可以容纳100辆汽车上来 那么单程收费乘客两块半 车子收费40令吉 就可以来回沙巴以及纳敏本岛 因为那名是一个非常小的岛 然后它其实平时并没有什么节日 就元宵节是我们可以说华人 为一个很热闹的一天 就很像在一直顶住我们 就是海外的游子 要记得回家飞乡去过年 然后跟家人团聚 元宵节的早上 纳敏面海这一间据说很灵验的天后宫 有不少民众上香祈福 成心祈愿马祖伯 能够保佑在海岛的生活出入平安 住家厨房正赶着包装 用来精神的龟能锅 红菇柜 年糕 发糕 碱水糕 飘出浓浓的福建传统年味 处理在纳敏市中心超过170年的广福宫 还供奉咸丰年间广东祖辈下南洋时 抱着神明保佑平安的神像今生 据在地人的说法 最早落脚纳敏的 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先辈 华人移工都是为了纳敏的煤矿而来 但特别的是 因为纳敏和槟城 马六甲和新加坡 同属海峡殖民地 华人先被下南洋后 再被英殖民政府招募到纳敏当采煤炭矿工 才有了这一段很特别的华人掏金足迹 早期的时候 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时候 他们就来开发这个煤矿 除了所有从中国香港过来 还有的是从这个槟城 还有马六甲 还有新加坡 当他们来这里 都早在这里找到生活 所以就会一直写信 去给家乡的亲戚 朋友 尤其是福建的 他们安齐还有这个永春 就一直一直不断不断陆陆续续的过来这样子 所以本来没有什么人在这个岛 但是因为这个煤矿的关系就是 那个人口一直在增加 所以英国政府要发展纳鸣 所以它从香港把这些花工带来 因为香港的地理环境就比较多广东省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建立的这一间庙 所以就是已经超过一百七十年 跟这些广东人拜的选天上帝的 也印证了它是这些广东人的庙 不只是华人信仰和先辈移动足迹 跟英殖民历史有非常紧密的连接 纳鸣资宣导览袁张威利还告诉我们 早期英殖民政府还曾以英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 来命名纳鸣 让纳鸣成了东南亚唯一一个 有维多利亚市和维多利亚港的地区 留下殖民历史的痕迹 每年农历新年 纳鸣华园都引颈期盼 当地已经流传百年的元宵节游神 那是人与人 人与神 共庆的盛大节日 所以从年十三晚开始 家家户户就已经灯火通明 用手工准备精神的贡品 跟他拜年顺便看一下 他们的准备 因为这一家他们在准备 做一条龙 哇 这么多人一起做 对 全部都是家园员 好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真爱 真爱做 热闹的大家庭里 有很多都是来帮忙 制作共品的亲戚朋友 放米 然后放红纸 然后放红纸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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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这是红豆 这是绿豆 这个虾锅 一年比一年做得更漂亮 一年啊 对对对 更漂亮的还有这个 各位观众 客厅都要暂时让位的巨龙 负责主导龙灯制作的大哥 虽然不善言辞 但手艺却让所有人都惊呼 这座龙型贡品实在太漂亮了 你看龙的鳞片 还是用不同颜色的糖果 靠家里的年轻人 一颗一颗的整齐粘上去 百年游神传承了至少六代人 双戏嘉宁村 村民忍不住要对镜头展示 他多年来亲手制作共品的 得意之作 来到讲求包装和研制的年代 村内年轻人把传统游神庆典 弄得更加缤纷 更加有创意 但草根对神明的虔诚信仰 依旧是老一辈希望传承的氛围 村里长老在记者上香时 禀报神明 今年元宵游神 由ASHA的记者来采访 一定要保佑他们顺利完成任务 你看在纳明岛的农历新年气氛 热闹得好像元宵节才是正月初一呢 正当大家在收看节目的此时此刻 纳明岛上正热闹展开 今年元宵节的游身活动 有历史学家表示 纳明的百年游神已经不只是宗教性活动 当地村民总动员的程度 加上有足同胞的积极参与 把一场游神庆典提升到是一场社区嘉年华活动 凸显纳明的多元 多元族群融合色彩 更多画面报道 记得留守明天的节目